中国高铁世界文明 但其实中国的高铁人 从来没有停止他们对未来的追求 我们最近有一个消息 说中国研制的600公里时速的磁悬浮列车已经下线 但是却缺少一条实际的比较长的实验线路 以前曾经答应要做的城市 后悔了 不做了 没钱了 所以很多网民在网上也说 上海能不能挑起这步重任 让上海来先做 600公里时速 从上海到杭州建一条实验线 不很好吗 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也希望官方能够听到 但是中国还有更厉害的 时速过千公里的高铁 在跟马斯克的真空高铁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中国技术也已经掌握 但是肯定需要实验 实验线能建在哪里 所以总是需要发展 总是需要这些基本条件的 而且建这样的实验线路 不是改动的 无那么简单的事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 国家能够重视这些技术 能够让高速铁路再上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